陳菊市府欠下的債 要韓國瑜在一個月之內 想出怎麼還 這真的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選前的時候 前高雄市政府一直告訴我們說 高雄市欠債沒那麼多 其實只有2400億左右 結果等到上個禮拜 我們終於知道了 其實是不只 之前所宣稱的3000億 而是3125億 然後現在發現 除了這3125億之外 不好意思 另外還欠有將近87億的 健保補助款費 還沒繳 結果這時候突然就有 健保署的官員跳出來說 既然你現在路都可以鋪平 洞都可以補齊 你這個健保費 這個欠的洞你也補一下 奇怪 以前花媽在的時候 你們都不急著要這個錢 現在是突然發覺 韓國瑜比較會賺錢 他比較有機會 能夠讓你把這個錢要回來 現在這個債組 一個一個都跳出來了 當然3125億的欠債 其實對高雄市政府來講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韓國瑜也希望 除了他們自己努力之外 也希望蘇貞昌院長 也就是中央這個地方 是不是有辦法可以協助 補助一方面的款項 結果蘇貞昌的回應也滿有趣的 他說地方困難 我一定會盡力幫忙 不過也要自助人助 意思說還是你自己要去搞定 我到底能夠給你幫助什麼 現在他也沒有做一個 真正的實質保證 但是有的人現在開始 酸度就越來越強了 比如說現在大陸福建平南 協家聯誼會 就向高雄的農漁民 採購了55個貨櫃 大概2200萬元的農漁產品 本來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如果之後能夠持續不斷的擴大 雙方的往來 當然能夠把我們更多的農漁產品 消出去 可是我們的台獨理論大師 林卓雪突然之間 他批詞變得超級低 他就說高雄農業產值一年 大概180億 你這一次出去 就消掉了價值高雄的0.11% 然後更佔了高雄農工產值 2.1兆的0.009% 厲害了 高雄發大財了 加油了 老實講 這真的就是完全一個 酸民的一個表現 韓國瑜其實回答的 就很客氣 就是說 不好意思 你這個鬼人鼓勵 我們放在心裡頭 我們繼續加油 其實有人說 你韓國瑜不懂他在酸你嗎 我想韓國瑜應該是懂的 可能面對一個台獨理論大師 用酸民的方式來跟你挑戰 你大概只有這種方式 可以回答 但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高雄市政府 最重要一件工作 就是趕快在短時間之內 希望能夠把過去的5000個天坑 把路面全部把它鋪平 據說現在進度已經到三分之一了 即以上任還不到一個月 其實還滿快的 可是現在就有人發現 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好幾處新鋪的柏油路 你就會發現路上 才剛鋪好很漂亮的路 突然被人家鋪了白色油漆 你看包括山明區的中華石圈路口 還有左營區的新莊仔路 這個地方 上面都被人家鋪了油漆 這到底是蓄意的人為破壞 還是說剛好有油漆罐 就經過那個地方不小心掉下來就砸 但是會有這麼巧嗎 都剛好砸在新鋪好的路面上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 台灣到處都是監視器 要查這個應該不是很困難 我希望這只是單純的意外 如果是有一些人看不下去 刻意的攻擊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 非常小人的行為 家庭裡面很多的紛爭 越是有能力 越是會賺錢的人 假如發生任何問題的時候 父母親第一個就是跟他要錢 他必須要付最多 所以讓很多很會賺錢的人說 這難道是對我的一種懲罰嗎 因為我很在我就要付出更多 就好像很多小孩說 他很會唸爸爸媽媽一直把他送去 考試考試考試奧林匹亞 他說這對我來說 到底是獎勵還是懲罰 韓國瑜今天就是面臨這樣的狀況 你聽聽林卓水所講的話 那個酸的簡直是要加上一點 蜂蜜檸檬 酸的可能才會比較 比較讓他的那個話 可以稍微調和一下 所以就可以完全顯示出 過去高雄人 到底是過什麼樣的日子 路平了 他們突然覺得摩托車 騎到一半覺得跟過去不一樣了 而且晚上既然路燈也亮了 以前是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我也很驚訝 你不過是想上了這麼 路平了 路燈亮了 對 那這不是說我們很自然而然 最卑微的要求嗎 不過這因此可以讓高雄人 覺得這一兩個月來 都有一點小小的確信 總是可以從黑暗當中 看見的一個黎明 只是黎明一來的時候發現 這個金庫可能也都必須要大開 才有辦法滿足中央的一個需求 我真的必須要說 這對韓國人來說是絕對絕對不公平的 不要忘記 陳菊過去的時候 他曾經跟毛治國 當初的行政院長講說 要中央跟地方要分工分權 蘇貞湯 他以前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曾經說過 在2004年520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當縣長 他那時候跟 當初的台北縣議長許再安說 如果有機會到中央去的話 我一定想辦法讓中央 在三年之內把台北縣索的欠債 能夠來好好的解決 結果他當了院長之後 人家再問他這句話的時候 他就完全不再做任何的承諾 而且他當縣長的時候 郵親離下的100億 那時候 蘇貞昌總共欠掉537億的時候 也希望中央能夠來協助他 他那時候怎麼不去講這句話 要你自住人住 台北市最有錢 可以大概是只要九成可以自付 不需要中央太多 其他包括新北可能七八成 都還是自己自付 兩成都還是要中央 那更不要說我們的屏東 只有三四成 拜託 我們很多時候 你的年終獎金都發不出去 你有中央不給我們協助的話 我們那些公交人員 那老師怎麼辦 本來是初一要發薪水 變成15才發薪水 可能還只有下一個月才有辦法 如果中央這個時候不提出來 一些解決的方法 你怎麼能夠讓地方 能夠餵飽肚子 所以這就是中央跟地方 在民進黨這些人 過去當地方縣市首長的時候 就不斷的要求中央能夠給予 他們最好的一個 所謂的放下權跟分工 你自己現在已經變成 一個中央的時候 怎麼把自己的話全部給忘光光